BOC就基本上是一個叫做Quality Guarantee 所以對於Prosecco區的producers來講 2009年是很重要的一年 一,Prosecco變成了BOC 一個地方名都會受法律保護的地區 這是一 第二,在2009年之後 大家不可以再叫Prosecco is made of Prosecco grape 為什麼呢? 就在2009年開始之後 大家要認識Prosecco的題字 真的叫什麼名字 有沒有人知道Prosecco其實是用什麼題字做的? Glera 為什麼要叫Glera? 因為我現在升了做DOC 當然只是在Prosecco做的才可以叫Prosecco 但那時候除了Prosecco的人 會做Prosecco style的酒之外 有沒有其他人做這樣的酒? 有沒有人做Glera做的酒? 其實有的 第一,當然是自己的同鄉 自己的鄉里可以在Prosecco附近照做的 你叫我的名字,你真的會尖我的光嗎? 所以不行了,不可以再叫Prosecco grape 你只要不在Prosecco製作的酒 你只可以跟別人說我的名字是Glera Sparkling Wine 你自己慢慢推廣吧 還有另一個很有趣的,可能大家不知道 就是澳洲其實也是一個中了不少Glera 和做Prosecco style的酒區 但那時候他們有爭論過 究竟澳洲可不可以繼續叫Prosecco呢? 這就是2009年發生的事 他們也開始保護自己的名字了 也就是變相,我們大家就記多了一個字了 Glera才是Prosecco wine背後的grain variety 然後,不跳那麼遠了 2009年之後就跳11年就算了 2020年也不是很久之前而已 那2020年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多謝2020年發生的這件事 如果不是我們今天只有四款酒市而已 因為沒有2020年就沒有Rosé喝了 2020年這個很久以前的時間 其實真的到了兩年前左右 Prosecco才開始有一樣東西叫Rosé 是的 我很記得當年我那些讀Masked up Wine的同學 就很生氣了 不是吧? 那我們Blind tasting又多了一個可能性 以前看到Rosé就知道一定不是Prosecco的 現在沒有這支歌曲唱了 他們都是在2017年開始試的 由縱植開始試的 那Prosecco Rose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跟Prosecco不是很大分別的 因為他們大家有85% 都一定要用Glera的 那請問Rosé的成份來自哪裡呢? 加了什麼下去呢? 跟Rosé Champagne一樣 都是加一些紅酒進去 但是紅酒是有什麼提升的? 有人猜一下嗎? Pinot Noir 是的 我想有人未必知道的嘛 其實Pinot Nero只不過是意大利版本的 Pinot Noir而已 是的 那也走得非常快的 我覺得以意大利的速度來說 2017-2018 一路去experiment整件事之後 2019年確立了Prosecco DLC裡面 可以容納Rosé這個 category 然後到2020年 OK了 面世了 半年後 全國賣得 然後很老實說 過了幾天 喂不要了 就賣到全球了 等一下大家可以猜猜 它第一年可以賣到多少 既然說到這個位置 大家又試一試 Wine No.7 7號底 我依然是選了一枝 Extra Dry的水果 用回同樣 差不多的豆渣 差不多的resigual sugar level 給大家體驗一下 Posecco Rosé跟Posecco的分別 第七枝 也是 Form Winos最容易的方法 永遠用一樣的approach 又是 第一件事問自己 有沒有花香 又是甚麼花香 沒有我可以想其他事 哪個同學 就覺得這枝 也有花香的 沒有剛才那麼多 其實它依然還是有那種 很清清的 我覺得有點像白蘭那種香 它就未必到達到 剛才的末里 那麼甜 那麼濃厚 那麼就好了 去到果香 大家覺得有甚麼果香 其實都是偏向酸性一點的水果 不是說真的 嘩 很甜 很怎樣 其實這一枝是挺清新的 Rosé 外面始終還是天氣葉 其實挺好的 偏向酸性一點的 Red Crimes Sour Cherry一點的 一些味道 有些人有時會覺得 Posec Rose 亦都有一件事 就是好像有一點糖化了的味道 糖 真的好像平時大家吃的 一些果汁糖的香氣 喝下去的感覺 像不像第一枝 有些說像不像 是很醜的 呼吸 我的一枝 好喝 好喝的 大家知道 嗯 有些甚麼令你覺得好喝的 你也知道好喝這些東西 是一種好的詞語 大家先明白 academic 是的 那麼究竟有些甚麼令 你覺得好喝一下 酸度 bright 相對來說,這枝的美度的聚焦力比較出一點 可能剛才那枝是很平易近人的 這枝相對來說的酸度也是高酸 但比較有活力一點的 但當然兩枝都有點相似 它依然是交到一種prosecco常見的東西給你 就是那種圓潤 總之你喝下去不會馬上說因為高酸而刺激的額頭 這件事我覺得是一個prosecco很特別的一點 怎樣做到出來的話 extra dry,加高一點的dossage 不是令酒甜了 只是去平衡它的高酸 帶出一種圓潤感 這個RX14g per liter 好像剛才那枝也是差不多的 我選了一枝 同樣交給大家一個profile 究竟prosecco rosé一般來說是甚麼味道呢 都有些花香 其實它一定會繼續跟prosecco有點相似 因為大家的底部都是85%glare 保德鹼一定起碼是85%的 你可以後方全部15%pino,noir,pino nero也可以 你喜歡10%都可以 不要緊要你自己砌好它 總之最少85% 那也是有抹理花香 我會覺得有些版本 好像剛剛我們試的那些 會有些比較輕一點的東西 就像玫瑰水、rose water、dandelion 蒲公英的一些味道 果那裡一定會偏向多些紅果 有些熟一點的版本 你可能會開始覺得有些 好像是整樓的味道 Pomegranate、Peach great fruit等等 視乎它們所加有多少的RS 不過加得多些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有creamy的感覺重點 還有另一個原因 有一些prosecco rosé 他們做的pinot noir 他們會做melolectic fermentation 即將酸變成比較圓滑和creamy 亦都是為何有些prosecco rosé 有些人會說 我覺得它有點creamy 說到這裡 我們就在一看 說了這麼久 prosecco 無論是正常版本還是rosé版 都是85%glera這隻提子 我們當然要認識一下這隻提子 glera這隻提子 其實在這個prosecco坦區 有幾百年的歷史 甚至更久 其實沒有怎樣走出這個區域 除了真的多了澳洲人 近期會將glera勾過去那邊重 其實也有澳洲那邊 頗多不同的意大利品種 拿了過去的 如果大家有接觸過澳洲走的話 可能也會有試過 glera其實這個提子 它挺好重的 為什麼我知道它很重呢 我沒有重過 不過我這裡看就知道了 大家拿回上課的知識出來 為什麼我會覺得它很重呢 Lootly packed Lootly packed為什麼好呢 不怕髮毛 通常來說哪些東西最難重呢 Pinot Noir 為什麼呢 整個東西都黏在 如果有任何水分 它的皮和皮之間 只要一熟成了之後 就可以很容易會有毛 有毛菌 相對來說glera也是一個 收成量也都大 當然 做酒呢 你要做高端的酒 是不想那麼大量的 越大量就越淡 那支酒 所有東西都拿到平衡 但相對來說 其實glera是一種容易用的 大顆 很長的一堆東西 有照片 比較是Lootly packed 大顆黃色的 那基本上 在Poseco的酒區 你要做一支酒 Rose 25點也好 一定要起碼有85% 那如下那些可以是什麼 我知道這裡有些同學 可能想追求更加多的知識 其實不只是glera和kino nero 那麼簡單 其實還有四個 他們的 叫做本地品種 各自各會有一個不同的作用 無論是加酸 令到酒 全身一點 加一些不同的味道也好 那就會是 我們旁邊看到的 Under Caritis 那四款 我特別想看他看別人的東西 我不知道有沒有同學已經想問 Gl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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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era